好,那请看前面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已经超越微分和积分了 但事实上它还是微分和积分的衍生 所以我们第四章会看的是微分和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它可以做函数逼近 那第五章我们要看的就回到积分 跟它一个很重要的在特别是在电脑或通讯领域的一个关键 就是它和转换之间的关系 那先让我们来看微分和函数逼近的关系 好,那各位高中有学过泰勒展开式吗 有吗 高中没有泰勒展开式 但是有微分、积分是不是 都有 都有,哎,啊为什么有些人没有 社会主的没有 自然主课本有 但是有些老师没教 OK,好,了解了解 因为我不太了解高中现在到底有教什么没教什么 好,那既然这样反正我们就当成大家都没学过 来上就对了 好,那微分和积分大致上我们已经交完了 好,那我们交完的部分其实是单变数的部分 那之后最后几张我们会交多变数的部分 也就是偏微分和多重积分 但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还是先锁定在单变数的部分 单变数只有Fs S是只是单一的变数而已 好,那 那,呃,微分做函数逼近其实主要就是泰勒展开式 但是对于泰勒展开式的衍生 其实它会衍生出各式各样的展开式 像包含负利液,负利液集数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呃,微分跟函数逼近有什么关系 那这个东西其实像 呃,负利液转换 其实它是影像处理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那,呃,在讲负利液转换之前 我们要先讲一个比较简单的 就是泰勒集数和泰勒展开式 好,那 如果我今天已经知道了 一个连续函数Fs的公式 比如说Fs等于s平方加3s减2 像这样子的东西 那如果我也已经知道了F3的值 或者是F3我可以用 用比很容易的计算出来 那F3.01我应该怎么算 一个办法是直接把它当成F3 对吧,反正3.01跟3差不多吧 它应该也不会差太多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办法是 我还可以再更准一点 好,我再更准一点 那我让它非常接近F3.01 但是可能有一点小小的误差值 那这种就是所谓的内插法或预测法 那有时候是外插法 外插法 那什么叫内插或外插呢 我们待会画图来看 好 OK 假如今天我已经知道 F在3这一点的值 而且我还知道F在3这一点的微分值 也就是F'3的话 那我可以用这个公式来估计它旁边的一个点 对吧 这个公式怎么看呢 你看Fs加Δs的值 这虽然是一条曲线 但是呢 因为Δs很小 所以呢 我可以把它当成是Fs加上F'sΔs 这是什么意思呢 再看一下 如果我要算F3.01的话 我可以用F3加上F'3乘以0.01来算 为什么是这样子 为什么我可以这样用 那我用 其实我就是用F的值和它的微分式的值 再估计另外一个3.01这一个点 为什么可以这样用 好 那这个画一下图好了 画一下图 好 画个图 来 画个图了 干脆用 PowerPoint好了 好 我们用这个 Office Office 来画 在哪里 Office Microsoft 我不喜欢Microsoft的Office 我喜欢用这个 好 用这个来画好了 那InPlace 就是PowerPoint 类似的东西 好 这个是LibreOffice 那我把这个拿掉 我们现在想看看哦 这里线条 OK 这是S轴 Y轴 OK 我们有一个函数 有一个函数 画曲线 有一个函数 不对 这不是函数 那曲线要怎么画 线条 曲线 哦 应该是选这个吧 OK OK 真的不会画 他还是把我连起来的 自由形曲线 自由形曲线 甜色不甜色 所以应该是这个 好 这样子好了 OK 这样比较OK 好 这是一个 假设这是一个 一个函数 那其实它也是个函数了 那我们现在呢 如果有一个点 有一个点在这里 这是其中一个点 叫点 对不对 OK 那我希望知道 它旁边的一个点 好 我这一个点 到这一个点 这两个点之间 很近 对不对 很近 那所以呢 假如我叫这个 这个点S 哦 而且 假如我叫这个点S OK 好 我叫这个点S 那另外这个点呢 就是S加ΔS 我们这边呢 用S加ΔS来表示 OK 这边 S加ΔS 好 放大一点 好 OK 没错了 这一个点S 这一点S加ΔS 那这个点呢 FS的 这个点呢 Fs加底S 好 所以稍微标一下 这个点是 Fs加底S 好 那前面的这个点呢 就比较简单 是Fs 对吧 那我怎么估计 Fs加底S的值 你有没有注意到 在这一段很小的情况之下 这边几乎是一条直线 你把它放大看看 它是不是感觉很像一条直线啊 因为S很小 它感觉很像一条直线 对不对 好 所以我如果知道这一个点的斜率 我知道这个点的斜率 好 我如果知道这个点的斜率 假如是这样好了 那它是不是会非常接近 如果我在这个点用斜率来推估它 另外一个点的值 它会非常接近 用斜率来推估 这一点的值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公式 Fs加FπsΔS 这样了解 就是用斜率来推估吧 它现在在这一点的斜率是这样 那多了ΔS 它就多了那么多 好 那如果斜率是负的 多了ΔS 它就少了那么多 好 这样应该清楚了 好 所以我们画的这个图 应该可以表示它的意义 我们在做的是根据斜率来算那个差值 到底应该是多少 好 那这里我们用的是一次微分 可是只用一次微分够不够呢 如果这个两点差距很小的话 其实用一次微分就很准 就非常准 但是如果不是那么小哦 譬如说 再举个例子 如果今天不是那么小 结果我的斜率呢 我的斜率 在这里可能是负的 结果我希望用这一点来预测这一点的值 结果它会预测成怎么样呢 它会预测成这个样子 跑到这里了 那当然就不准 因为差距太大 中间还有个弯 中间还有个弯呢 就预测不准 这时候该怎么办 如果我可以用二次曲线来逼近 也就是取二次微分 把那个二次微分的数值再补上去 那它就会变得比较准 那如果更远 那三次微分 四次微分 一直加上去的结果 通常会让它的错误 补得越来越好 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用这个公式 这只是取一次微分而已 那既然可以用一次微分 为什么不能用二次微分呢 为什么不能用三次微分呢 那如果一直用用到N次微分 而且让这个N趋近于无穷大 那我是不是可以完全重建这个Fx呢 只要我们知道函数中的一个点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是有条件 那 什么可能和什么条件呢 来看一下 我如果只取这一项 那其实我就是把整个函数当成一条水平线 Fx等Fa 当成一条水平线 如果呢 我取两项 就是Fa加上一阶分之F' 乘以S-A 这个就是我把 把Fx当成一条斜线 这个是斜率 F'是斜率 如果我取三项呢 就代表 我把它当成一条二次曲线 那如果我取四项呢 OK 就三次曲线 也就是取到三次微分的项 就三次曲线 那如果我取无限多项呢 这个东西就叫做泰勒展开式 OK 好,那泰勒展开式 为什么这个系数是这样 为什么它的系数是 一阶分之F' 那K阶分之F K次微分ofA 为什么系数是这样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如果在0点的连续微分会怎么样 这0点会比较简单一点 在A点的话 式子会稍微复杂一点点 好,所以 泰勒展开式 其实它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用 不断的微分的这个极数 来逼近一个函数 好 那这个问题呢 如果我们直接将一个函数 表示成多项式 假如某个函数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多项式函数 那我就可以把它写成 Fs等于C0加C1s加C2s平方 一直加到Cksk次方 那这些呢 C0,C1,C2我们不知道 它是一个某个常数 比如说如果今天我说 Fs等于3 3x平方加2s加1 那这个C2呢 就是3 这个呢 C1就是2 C0就是1 好 那 所以 所以 只要我们能求出C0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函数重建 好,那我要怎么求C0 微分 好,用微分来求C0 好,怎么为呢 假如今天Fs 我对它微分 那F's 就等于Ds 分之Dfs 那 因为Fs是这个 所以呢 F's呢 这一项常数微分 我会掉就0了 OK 那 C1s 微分呢 就剩C1 C2s2 为分呢 C2s平方为分呢 就变C2 乘以2s 对吧 因为s平方 为分是2s 所以变C2乘以2s C3 s三方为分 就变成C3 乘以3s平方 好,就这样子 你把这个式子写下来 再取二次微分4 二次微分4 就是F's 那也就是把一次微分再微分的意思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再微分就好了 把这个再微分 它就会变成C1不见了 对,微分第二次 那C1是不是会不见 因为C1是个常数嘛 再微分就不见了 OK C2是一个 就是 就是这一个式子 它是2C2s 因为只有s这个变数 然后呢 其他都是常数 所以 当它微分完之后 这个s会消失 对吧 所以就变成 2C2 C2乘以2 乘以s微分1 OK 那这一项呢 微分之后会怎样 就变成 C2 C3 C3 乘以原本这个3 再乘以多少 s平方的微分变2s嘛 s平方的微分变2s 所以就变成 所以就变成 C3乘以3 乘以2 乘以s 好 这边呢 C4乘以4 乘以s三方 它的微分就是 s三方的微分变3s平方 所以这边变3s平方 好 那你接下来再继续微分 你就会发现一个规律 就是 OK 三次微分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就得到C3了 C3 这个东西会变常数 k次微分的时候 ck会变常数 好 这边会变常数 那这些常数都可以算出来 那我们可以算说 当sb近于0的时候 如果sb近于0 你看哦 当sb近于0 f0等于多少 以这个式子 f0应该等于多少 f0就等于c0 对 因为c1s 因为s去近于x就是0 所以s就是0 c1乘以0就是0 c2乘以0还是0 所以后面都不见了 所以f0其实就是c0 好 那f'0呢 其实就是c1 f'0呢 其实就是2倍的c2 f34微分0呢 其实就是3乘以2乘以c3 好 fk4微分0呢 就是 ck乘以kj 好 后面这个s呢 因为s是0消失了 好 所以最后我们可以求出 好 这些ck到底是多少 好 根据刚刚的这个 推论 ck 就是 把它移下 kj分cfk4 为分s 好 ck 根据这个 后面都不见了 后面s等于0都不见了 所以ck呢 所以ck呢 就等于kj分cfks 所以ck等于kj分cfks 好 那 这时候呢 我们知道ck的值了 我们把它带回这个式子 把它带回这个式子 把它带回这个式子 结果呢 你就把它写回去 c0就是f0 c1就是f'0 c2就是2接分之f'0 就把它带回去 你就会看到 f'0 其实如果它可以表示成一个多项式 它会写成这个样子 那 这个东西 就是 在0点的泰勒展开式 那 泰勒展开式 其实没有限定在0点 ok 那在0点的泰勒展开式 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叫做麦克罗林奇数 麦克罗林奇数 麦克罗林奇数 记得它就在0点的泰勒展开式 好 那 它 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我如果知道f0 我想要估计fs 我可以透过多项式 外差的方法 去计算fx 如果 这个fs 真的是一个多项式 那我用有限项就可以比进完毕 假如它是一个三项式 三次多项式 那我就用 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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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3 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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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就是 其实它就是在做一个B进 但是这个B进其实是一种外差法 各位知道内差法跟外差法 内差法我需要两个点 然后我找中间 就A和B两个点 然后找中间一个 介于A和B之间的FS 这个是内差 外差呢就是我只是在一边 那我想算另外一边 就变外差 好 就说我想找的点 不在我的已知范围之内 变以外 好那这个 这个是麦克罗零级数是在零点 那如果是在A点 针对在A点的话呢 那就会必须要改写成泰勒级数 像这个样子 那这个零变成A 但是呢 这边要变成S-A 因为减掉A之后才会回到零 好 所以这个就会 泰勒级数会比麦克罗零级数稍微复杂一点 主要复杂的地方在这里 要把S改成S-A 因为S-0嘛 麦克罗零就是S-0 S-0就是S 所以不用写 好 那 接下来要看一个 又是一个均值定理 我们 到目前为止讲过几次均值定理 总共连这次是三次均值定理 第一次讲均值定理的时候是什么 微分均值定理 对不对 第二次呢 几分均值定理 现在呢 是泰勒级值定理 OK 好 那其实泰勒级值定理 其实是微分均值定理的延伸 OK 好 微分均值定理 大致上只看到一次项而已 那泰勒级值定理 就是把多次项都算出来 好 那这边他说 你可以看到这个 泰勒级值定理 他是说 我算到K次 然后 K加一次呢 我这里不再用 FK次方ofA 我改用FK次 K加一次 为分ofC 那这个Z呢 是属于AB之间的一个点 介于AB之间的一个点 一定存在这样一个点 可以满足这个式子 而且请注意这里的 这里的 的等于是全等 不再是B进 是一定有这样的解 一定有这样的解 但是有个条件 F必须要是连续 而且可无限微分 要连续 而且可以无穷多次的微分 那这样子的话 泰勒均值定理才可以 可以应用上去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些 泰勒展开式的范例 如果我们今天看 Fs等于1的s次方 这个很重要的函数 因为它是微积分的基本元素 微分的基本元素 1的s次方 也是积分的基本元素 1的s次方 那这个油拉数 在微积分里面超级重要 好 它在零点的泰勒展开式 我们来看一下 它在零点的泰勒展开式 会长怎么样 因为 1的s次方微分还是它自己 所以不管它做几次的微分 通通都还是1的s次方 所以呢 1的s次方 在零点的泰勒展开式 就是 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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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1的0次方 任何非零 数字的零次方 都是1 对不对 任何非零 数字的零次方 都是1 所以1的零次方 就是1 那接下来呢 是F'S 乘以 乘以S 那F'S 还是1的s次方 那S带0的时候 还是1 那接下来这边呢 是二阶分之 F'S 然后 二阶分之 F'0 那带进去呢 也就是 还是1的零次方 还是1 所以最后 它整个 整个 麦克罗零结束 就是在零点的泰勒展开式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非常简单的一个公式 你可以看到 这边写起来都比较复杂 那这边写起来都比较复杂 但是呢 这个写起来都比较复杂 但是事实上 以1的s次方而言 其实它很简单 写起来 就下面除以阶层就可以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的图 如果我今天是 只取一次 只取零次项 就是只取零次项 也就是常数项 那它就等于1的s次方等于1 这显然是不对的 因为它有很大的误差 那如果我取两项 也就是1加s 那这个就 其实在这个周边 其实蛮接近的 在零点的周边 其实蛮接近的 如果我取三项呢 那它就变成一个二次曲线了 在零点的周边 就非常接近 如果我取四项 取到六分之s三方 你可以看到 它在负一到一之间 几乎跟1的s次方完全重叠 没有多少误差 所以你取得相似越多 你的逼近程度就会越好 这就是泰勒展开式的用意 所以你相似越多的时候 逼近程度越好 但是呢 这有一个限制 你不能太远 太远的话 在超过某种程度的远 它会突然之间误差暴增 OK 好 那再看第二个例子 如果今天 刚刚看的是1的s次方 接下来我们来看cos s cos s在零点的 它会展开式 我们知道cos s 它的唯一分式是 负sin s 负sin s呢 的唯一分式是负cos s 负cos s的唯一分式是sin s sin s的唯一分呢 又变cos s 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 零次的唯一分 跟四次的唯一分是一样的 所以它有周期性 每唯四次就回到原点 每唯四次就回到原点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观察到 cos s的唯一分式有一个规则 就是 它其实呢 如果是偶数 如果是偶数次为分 其实它都是cos s 跟cos s有关 只差一个 是负的还是正的 那如果是基数次为分 都会变成sin s 那只差一个 是负的还是正的 好 那所以呢 因为cos 0 它是1 cos 0是1 所以这些项会保留 0次项 二次项 四次项 都会保留 sin 0是0 所以 基次项 这个 一次项 三次项呢 通通都会消失 在麦克罗零结束 就是s等于0的情况之下 它基次项会消失 那只留下偶次项 所以针对cos 而言的话 它的泰勒极数 其实只会留下偶次项 基次项会不见 那你会看到这样一个式子 这个式子 你会觉得它好像 怎么讲呢 它跟那个 跟前面的这个 有点像 但是这边是负号 而且基次项不见 而且这边是负号 那所以它看起来好像 跟1的s字方 也差不了太多 好 那这是sin s的图 如果取常数项的话 那就是用水平线去逼近sin s cosn s 用水平线去逼近cosn s 那如果取到二次项的话呢 它是用一个二次曲线去逼近cosn s 你会发现用二次曲线 其实就已经算蛮准的 但是在远的地方呢 差距会比较大 如果我取四次项的话 你会发现它还会弯过来 那在这个弯之前呢 它都会很准 弯之后就不准 那如果取六次项呢 它会逼得更紧一点 但是之后还是会 误差率还是会暴涨 所以它不能够太远 不能够太远 只能在一个某种程度的范围里面 它会很准 好 那如果你今天呢 把他用太略均值定理取到二十项 那这种就会逼近到蛮准的程度 以这个例子 你会看到 我们逼近到二十项的结果 这个是cos s 这边是cos s 那这里呢 这个是逼近的结果 就是它在这里几乎都重叠 这连续几次的转弯几乎都重叠 一直到超过大概七八左右的地方呢 它才会偏离很多 那所以我们的逼近呢 像次取得多 其实它之后的逼近的弯曲次数就会比较多 逼近的程度 弯曲次数可以维持得比较久 OK 那如果我们来看 另外一个函数是lns 它在s等于1时候的态勒展开式 然后画出它的逼近情况 那你会发现lns的连续微分 lns的微分是s分之1 s分之1的微分是-s平方分之1 那-s平方分之1的微分是s三四方分之2 OK s三四方分之2的微分是-s四四方分之3 那透过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写出它的态勒展开式 那因为它的的是s等于1这一点 所以我们要算f of e是多少 f' of e是多少 f' of e是多少 那我们可以算出来它 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样其实它就是它基本上会把态勒展开式变得相对简单 那lns呢在1点的态勒展开式会变成s-1 减掉2分之s减1平方 加上3分之s减1三四方 减掉4分之s减1四四方 一直这样做 好 那它如果取两项呢 它的逼近情况会像这样 取两项 这个是lns 那这个有弯的 这个有弯的呢 就是我们的逼近结果 好 那你会看到OK 在4项的时候 在10项的时候 在50项的时候 会是这样 那 这里 这里 在近的地方会越来越准 但是在远的地方呢 就没办法 它会 错误会暴涨 好 那这部分是泰勒展开式的部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 油拉数 油拉数为什么放在这里讲呢 因为 油拉数 1 它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 油拉负函数 油拉函数是 1的s次方 油拉数是1 油拉函数是1的s次方 油拉负函数是1的ix次方 i是叙数 好 那所以我们现在先看一下油拉数 你会发现说 透过油拉数 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 很奇特的性质 那这个奇特的性质 在回分里面 回积分里面会很有用 好 油拉数 各位可能 记得它的值是2.71828 后面我也不记得了 好 那有没有人会记到828以下的 那 那个不重要 但是问题是油拉数到底是什么 油拉数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油拉数的定义其实是这样 Limit n趋近无限大 1加n分之1的n次方 这个很奇特 如果我们只看1加n分之1 n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这个东西会趋近于0 但是它的n次方就不是了 那所以这个油拉数其实它是一种逼近书 1加3分之1的3次方是多少 1加10分之1的10次方是多少 你把它一直变大 你几乎就得到油拉数 那它有一个特性是 如果我对s分之1 从1积到油拉数1 那它的结果会是1 这是它的一个在微积分上面的一个特性 那油拉数它如果我用泰勒展开式的想法来看 1的s次方是不是就等于 f of 0加上1接分之f' of 0 那把这个0带进去 就1的s次方s带0进去 就变成1加1接分之1加2接分之1 那如果这个n趋近无限大 这个东西就会趋近于油拉数 OK 那这个是意思就是说 其实油拉数也可以写成这样子 如果你想用这种方式定义油拉数 应该也是行得通 那油拉函数1的s次方的微分 就是它自己 油拉函数1的s次方的积分 也是它自己 这是油拉数特别的地方 好 接下来再来看 就看油拉函数 油拉函数的微分就是它自己 那 这个东西呢 有点 各位有应该还没学线性怠数 对不对 下学期嘛 那线性怠数里面有一个特征值 它跟这种油拉函数有点像 微分之后是它自己 线性怠数是矩阵相乘 一个矩阵跟这个向量相乘之后 会是它自己的 那种东西我们叫特征向量 OK 那这种东西通常都会很重要 在数学上因为它不动 它几乎都不动 那什么东西会不动呢 你去想想看我们的小学数学里面 你觉得最重要的数字是哪个 1 还有呢 0 对 为什么你觉得1和0比较重要 相对于其他数字 好像1和0是 是特别 很特别的 为什么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 1是乘法的单位元素 任何数乘以1都会变成 那个数 A乘以1就是A 3乘以1就是3 0呢 是加法的单位元素 所以任何数加0 都还是它自己 OK 那其实0在数学上 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连小学生都会 但是各位知道0的概念 其实是很难 它的出现一直到 印度大概 2000多年前 发明了0这个东西 一直到2000多年前 它才发明了0这个东西 所以它在 过去的一段时间 其实没有人 可以 就是应该说 没有明确的把0这个东西 变成一个可以写的东西 那即使文字已经发明了2000多年 它才 才去 去 做出一个文字来表现0这个东西 那 同样的就是像这种 不动的 经过某个运算之后 不动的 这种不动点 通常都很重要 那尤拉函数在 在 维基分里面就是不动的 那 线性怠数里面的特征值就是不太动 那 特征值还有一个就是说 它 它动只在同一个方向动 以倍数的动 好 那 先不看线性怠数 我们看尤拉 尤拉数 尤拉负函数 好 尤拉数的定义 我们刚刚讲过 它是1加n分之1的n次方 当n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所以如果我把n改写成delta分之1 delta s分之1 那 其实我可以 把这个公式改写 令n等于delta s分之1 所以这就1加delta s 对 然后分之delta s分之1 那 次方 那 这样子 其实两个是 极限是一样 只不过我把n分之1看成delta s而已 那 如果我把这个delta s的次方 两边都取极限运算 也就是说 1的delta s次方 但是这里 这里应该是delta s趋近于0 这里少一个delta delta s趋近于0的情况之下 1的delta s次方 跟 你可以把它看成 因为 因为 1就是1加 n分之1的n次方 也就是1加delta s分之 1加delta s的delta s分之1次方 所以把这个呢 用这个取代 把这个1用这个取代 好 带进去 带进去 然后呢 最后呢 最后它外面还有一个delta s 把它保留 好 那你就会发现 这边呢 根据指数的法则 里面和外面可以拆开箱层 对不对 里面和外面拆开箱层的结果 delta s分之1 的时候 那也就是1的0次方会等于1 稍微一项调整一下 你会看到 1的delta s次方 然后呢 减掉1 减掉1 两边一项 两边一项 然后呢 除以delta s会等于1 OK 好 那根据这个式子 根据这个式子 接下来我们可以来算 它的微分式到底 应该是什么 它的微分式 d s分之1的s次方 的定义 其实就是 limitdelta s 距禁于0 delta s分之1的s加delta s 减掉1的s次方 OK 这是根据定义 fs加delta s 减掉fs 好 除以delta s 那这个呢 我们可以拆 对不对 因为这个等于1的s次方 乘以1的delta s次方 OK 所以拆掉 把1的s次方提出来 就变成1的s次方 乘以1的delta s次方 减1 那这里呢 因为1的s次方 跟delta s 无关 所以把它提出来 那这边呢 就只剩下 1的s次方 乘以limit delta s 就近于0 delta s分之1的delta s次方 减1 那根据刚刚的这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 这一项呢 是多少 这一项是1 所以根据这个结果 带进去这一项是1 所以就变1的s次方 乘以1的s次方 好 来 看不下 下一项课 我们用手来证明一下 好不好 这样比较容易 先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